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一些 说吧 什么事 谈笔交易 我知道你手上有一批新四军商员 我都要 就凭你 就凭我 我是一名上海的记者 如果 我把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登在报纸上 全国一定一片哗然 到时候 不知道委员长的面子往哪放呢 你又怎么跟你的代局长交代呢 你那么敢威胁老子 我现在就杀了你 你真的不怕死啊 怕死 我就不来了 我倒是劝你要好好想一想 你如果把我杀了 你自己也就完了 这样我就更应该杀了你 对 杀了他 开枪啊 我告诉你 只要你杀了他 只要你杀了他 你马上就掉脑袋 有话好好说吗 刚才我在门口都听见了 林小姐的话有些道理 我看这事有商量 灵狐兄啊 你不在上海呆着跑到我的房去干什么 想你呗 来看看你 灵狐兄啊 你不会莫名其妙到我的房去 嗯 是不是重庆又给了你什么新的指令啊 先不谈这个 先看看手里的货 什么货 新四军 你他娘的做买卖 不先把货盘点清楚了 行吗 行吗 林小姐 你也一块去看看 看看这交易 行不行 嗯 嗯 林小姐 嗯 你这葫芦里 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你他娘的 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 我是来救你的 还不快走 请吧 行 你 站起来 不许服 让她自己站起来 来 相偉 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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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狐兄 他的腿被打断了 站不起来了 燕梅 把他抬上车 这个人我要了 令狐兄 这什么意思 反正是 果不成的人 我带回去 很有点用 还愣着干吗 慢着 这个人你不能要走 什么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我要的不止这一个 我要他们所有的人 令狐兄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先把他抬上车吧 我们进屋谈吧 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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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不容易把他抢出来了 你这不是结完生枝吗 我就是预料所有的人 我就是预料所有的人 唐少兄不是傻瓜 你这不是出难题吗 再难的题 又比人的命重要吗 你看看这些人 他也不知足了你 他没有把他送到哪儿去 你们看 他们有把他送到哪儿去 你 老曹 臣弟弟现在没有防备 我们送出去 把他抢回来 来 你等等看 抢了这个 你们那些怎么办 郑伟 你跟我说实话 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 你到我这儿来 究竟是什么目的 你问他吧 他还用问吗 他就是共产党 他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把这些新四军救走 接着说 你刚才演的那出好戏 真不错 把那正凡弄走了 但我没看出来 你是把我当傻瓜了 他娘的 唐少雄 你他娘的真是个傻瓜 如果我是你 我就把这些人都放了 放人 行啊你 带老板来电让我捕杀新四军 你让我把这批人给放了 丁胡桃 你这是公然背叛行为 我马上上报带老板 我现在就扣押你 你尽管发 你还可以加上一句 你说凌小姐 是我令胡桃带来的 那你就死定了 死的不是我 是你 你那些够的 我们都知道 现在人家拿到你的证据 要在上海公布 是谁帮你压下来的 是我 你们现在做这个交易 是谁提的 又是我 不知好歹 本来 你们把人放了 他把证据抹了 就是绝大欢喜 可你偏偏一条道走到黑 你真想让伪座把你的脑袋卡了是吗 弄我杀共产党 前奥委员长凭什么要我的脑袋呀 因为你勾结日本人 还把同油这种战略物资卖给他们 中饱私囊 还不值 听说 林少群收买你 还给你一个少将军衔 你为什么叫重庆隐瞒不报 你一方面杀新自军 一方面做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把这些把柄送给共产党 到时候 引起全国的风潮 伪座拿什么向民众交代 就拿你的脑袋 话说回来了 其实放了这些人 对你一点损失都没有 顶多给重庆发个报 说你手下 看管不严 我呀 也可以给代局长发报 证明你 那你就不用承担责任了 你说呢 你说呢 那万一我把人放了 他还抓着我的把柄不放吗 这好办 林小姐 这事呢 你得给我面子 你要保证 今天的事永远都不要再提 怎么样 好 你呢 行 那咱们就是不说定了啊 成交 这不挺好的嘛 各得其所 不枉我跑这一趟 你们两个记住 你们都欠我人情 是是是 没错 将来要还他 是希望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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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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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他 你 他 他 他 你 他 你 我不太知道